中央社记者黄国芳嘉义县18日店,刘静男子与吴静女友涉嫌贩毒,四处以汽车旅馆为家,规避警方查气。 昨天仍遭嘉义县警方查获,并查扣罕见医疗籍的马飞定,将追查药品来源是否有其他不法行为。 嘉义县警察局逐期分局侦查队长林以昊今天向中央社记者表示,刘南无女涉嫌在云林嘉义贩毒牟利,警方追查时,两人四处以汽车旅馆为家,几乎每日变更地点,主要扰乱警方追气。 嘉义县警方昨天晚上会同云林县警察局斗南分局远警,先往斗南镇某家汽车旅馆查获刘南无女涉嫌持有毒品。 查获海洛因19包33,76公克安非他命13包31,74公克马飞定2颗0,8公克Fm211,5颗1,86公克等毒品。 林以昊指出,无女道案坚称没吸毒也没贩毒,公称男友刘南施用毒品时,他在旁边才会吸到。 今进一步调查,无女公辞避重就轻,规避行则。 林以昊说,现场也查获罕见医疗籍的马飞定。 马飞定属管制药品一般均是癌末病人使用来减除重度疼痛。 刘贤对马飞定来源交代不清,警方持续追查药品来源是否有其他不法行为。 警讯后,全案将刘贤等两人依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1061218。